哈喽,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款可爱的韩式立体兔兔美甲款式 不孝的立体兔兔,真乖,真可爱 这里用到的工具和材料会在视频尾列出 我们的频道订阅过百了,非常感谢姐妹们的支持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制作更好的视频 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用以抛模过的一号甲片 用粉色亮片来打底 用圆头笔,取亮片胶 整甲的薄图在甲面上 检查甲面,避免甲面过于凹凸 灶灯固化30秒 接下来,用万能胶做建构,让夹面平整 用圆头笔,沾取一点万能胶 先薄刷,整甲,不照灯 再取足够的量放在指缘处 然后,慢慢地往下拉平,做出幅度 需要时,可以倒立甲面放胶流到高点 然后,侧面检查甲面 灶灯固化30秒 先用清洁液,把多余的浮胶擦去 然后,上免洗,磨砂封尘 再固化60秒 现在,我们开始做小兔兔的部分 我用了白色3D雕花胶 用调胶棒,取出一点放在掌心上 搓成长条状 一定要保持掌心的干净 不然,乌骨就会沾到白色雕花胶里面 兔子的耳朵大小,可以根据甲片的大小 再制作第二个耳朵 接下来,要制作兔子的脸 脸蛋的部分要比耳朵大 然后搓圆 如果体型不均匀,可以再稍微调整 现在,把两个耳朵放在甲面上 接下来,用雕花笔,沾清洁叶 这样子,笔才不会沾胶 边推边压,把耳朵的形状做出来 中间的部分,如果不小心黏起来 我们可以用调胶棒把耳朵隔开 再用雕花笔调整耳朵形状 好,大概这样 现在把头部搓成圆形 然后放在夹面上 用指腹慢慢随着边缘按压 再慢慢移到中间 要注意,中间避免压过平 这样脸蛋就不可爱了 同样的,用雕花笔,沾清洁叶 边推边压,把脸部的形状做出来 最后,检查兔子形状 照灯60秒 接下来,要制作兔子头部的花圈 取掉花胶,搓成幼幼的条状 再分段搓成一小里 做出兔兔头部花圈的部分 用一根尖头的调胶棒 搓一搓花圈的部分 让花圈有点凹凸的形状 然后照灯固化60秒 照灯后 用肉红色把兔兔的耳朵填色 耳朵底部,记得提笔收尖 如果不小心沾到颜色 可以用小圆头笔沾一些清洁液擦干净 先不照灯 我们接着做兔兔的鼻子 用小花卉笔,取一些乳白色胶 打横的放在兔兔鼻子的部位 侧面看大概是这样 照灯固化30秒 现在要为兔兔的花圈上色了 我们可以用任何喜欢的颜色 记得每取一次新的颜色都要清一次笔 避免颜色混浊在一起,变脏色了 把这些颜色的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使用隔壁打横 去椅子的颜色 就在增长后 那么快点 这一个颜色的颜色 放在这里 就在黑眼里 在一旁的颜色 然后在同一旁的颜色 上青色画出叶子 不需要很规则 画抽象一些会比较好看 画圈的部分完成后 先不照灯 下一步 用尖头的调胶棒 沾黑色柴胃胶 垂直的往下 点在靠近壁尺的左侧 然后同样的步骤 点左侧的眼睛 然后用短拉线笔 画出兔兔的嘴巴 如果觉得不满意 可以用小圆头笔 沾清洁液修改 然后照灯固化30秒 现在 我们来为凸凸的鼻子和脸颊上色 混合底胶和粉色琉璃胶 用短花卉笔 先上腮红的部分 拍打过度 让颜色看上去更自然 然后取多一点加重颜色 壁纸的部分也是 然后照灯固化30秒 为了保留兔兔的细节感 我选择了用万能笔 上免洗磨砂封尘 记住 要少量多次的慢慢上 照灯固化60秒 最后一个步骤 是把兔兔耳朵中间的部分 做立体 用小花卉笔 取免洗沾砖胶 堆出立体感 就可以了 然后照灯固化30秒 好了 可爱的兔兔就完成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姐妹们 请帮忙点赞 订阅 还有分享来支持我们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